總統蔡英文就任了後 將核心必須要穿最後的制度來改築 引起到國際的討論 這麼多位議員也在頭在定期會當中 提出看法 議員政委說核心也要整齊穿最後的團統 才能公平好好管理 也能比較無核心的安全 對主南大管理李明智也真正道 平常心說的 我們的教育是怎麼會壞 大家都放得多了 為了學生你們是不是需要繼續穿這個 國民黨的議員是百定期會的時間 要請多位的學長來跟醫師聽筆順 當時也表達出他們的看法 那我們普立國小現在的現況裡面 我們有一天是穿傳統的制服 那有三天我們是穿運動服 我們一個禮拜五天裡面 有兩天是穿制服 那有兩天因為學生的體育課的關係 可能會流汗 所以我們沒有再讓他換裝 就穿體服裝 外觀認為 學生也是要維持穿最後的傳統 很方便讓學校來做管理 也能夠確保學生在哪 在上下口的時間的安全 所以一直在學中要求管政府 不可以把最後廢掉 學生要維持穿 或是變好 又經過這個 經過這個很好的董事 你才會殺人 這樣你也不叫他們的董事 還開在臉上 想要我們就是要讓學生 全身來特色 全身來發發育 不要比大小 一個學校 若是一個學生穿一樣的衣服 一個便服 真的是不能代表我們學校的團結 總統創意文主任後 將學生穿最後的制度改築 是他們去那裡再跟他討論 關於完基準 還是學生人家上口穿便衣 共同歐之間會和上比較 造成更多困難 學生人家開始都要有一個 做學環境 不要讓孩子從小都受到傷害 比較好 穿真水 需重心就很高 一些孩子比較壞 家庭環境比較壞 穿得比較壞 清掃的正常 也是去學校讀書 不過你也在最後的時候 疑似同仁 他會覺得說他的衣服很漂亮 他拿的東西比較好 他就會想去笑話 當然以後延伸的社會問題會更多 最後的議題 在會中是引起了很多社員 尋找到議員的建議 但到管長在面前 在會後也作出回應 請教育處 再跟所有前線的國小校長 來研討一下 那麼我們同一規定穿出 那麼至於制服 怎麼樣的一個制服的形態 設計 有各學校來做決定 由小學和大學 每一個改單 都有不一樣的制服 這種維持了幾十年的傳統 香港改調 讓學校都在來做決定 雖然是民主的表現 不過要是要有相當的配套出示 才不會出現看這個沒有必要的問題 再請唧 即將掌握節目 Я她 WAI 感谢观看